一座两千多年的古墓出土后 竟发现传说中的阴阳无根水 墓主人口含龙珠置身于水中 出土的文物更是让人眼花缭乱 如此豪华的古墓 墓主人究竟是何人 点个关注就让小记带你揭开千年古墓之谜 2017年6月 青岛是张家楼镇的一处千年汉墓群 因为基建施工的原因 考古人员正在对这块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正是这群墓葬中的一座 据专家推测 这座古墓应该来自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晚期 经过考古队员们的努力 这座古墓的外部基本已经清理完成 不过让人有些出乎意料的是 外观打开后 内观居然完好无损 完全不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洗礼 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撬开一条缝隙后 他们惊喜地发现 棺果内竟不停地往外冒出水 而且这个水还是非常清澈的 这让考古人员更加好奇了 随着棺盖的打开 内观的景象着实让人有些失望 因为棺果内居然什么都没有 这难道就是一个普通的空棺果 但细心的考古人员很快就发现 棺果内居然还有一层棺木 将这层棺木移开后 就连身经百战的考古人员 也不禁陷入沉思 棺木下竟出现装满了清澈见底的水 要知道这座古墓可是在地下待了两千多年 这些清澈的水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阴阳无根水 而在这团清水下 考古人员还惊喜地发现了存放的氢气 轻轻地扶去表面的沉淀物 氢气的光芒瞬间散发出来 两千多年依旧没掩盖住它的光芒 也就在此时负责清理瓦片的考古人员也发现了重大线索 他负责的瓦片上清晰地刻着千秋万岁的字样 难不成这座古墓和皇室家族有什么密切的关联 通过出土的文物来看 专家推测这是一个流姓家族的墓葬群 而流姓在汉代就是皇族的姓氏 可这座古墓的位置却和当时所记载的位置不匹配 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 考古人员把目光接着放在了棺果上 他们决定进行一次全面性发掘 可刚开始就遇到了困难 水中的木盒子是干什么用的 它里面装的什么 想要解开这些答案就只能先把木盒取出来 但上手后的触感和重量让考古人员决定 先将木盒上掉落的构件取出来 慢慢的将构架放在盖子上时 他们惊奇的发现 这些不起眼的构件上竟然镶着金石 还有金箔的存在 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 避免文物接受阳光和空气的时间过长 他们决定加快发掘进度 利用水的福利 考古人员成功的把木盒取了出来 而从中最先提取出来的是一只包金吃虎 要知道的是在汉代人的理念中 吃虎是代表着权力和力量的象征 更为惊讶的是 这个木盒上面居然有四只吃虎 如此雕刻精美包金相遇的木盒 能使用上它的人身份绝非一般 而木盒中间的顶部也很快被提取出来 这是一个外方内缘的器物 这些器物的中间还窝着一只木制的乌龟 渐渐的这个木盒的真容出现在人们眼中 这时候才有考古专家反映过来 原来这种木盒是用来盛放木主人头部的藏具 随着棺木中的水位逐渐下降 木主人的头骨也逐渐变得清晰可见 在清理木主人腿部位置的一个器物箱时 考古人员意外地拨开了最外层的编织物后 里面展露出来的东西 让在场所有人都兴奋不已 原来这下面存放着两千多年的木毒 不但保存完整 最关键是上面的字迹还清晰可见 这种发现真是让人激动不已 要知道的是 在古墓中发现有文献记载 就等同于找到了了解开历史大门的钥匙 经过了专家的辨认目读上的文字后 他判定这是一个统计年鉴形制的公文目读 目读之后 记载的则是陪葬随账品的清单 而墓读上面也记载了墓主人的信息 躺着这里的是唐一县的一位流星县令 不过有点遗憾的是 墓读中记载的随账品豪华程度让人难以想象 可到了现在墓葬中只剩很少一部分 根据上面的记载 城邦墓主人头骨的墓盒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温明 在这件文物被发现前 我国历史中提到温明的文献 记载并不多 在汉代的历史长河中 也仅仅只有皇帝赐给霍光 东元温明这一器物 这就说明了温明是一种很高的规格的藏具 只有达官显贵的人才可能使用 在这支墓盒出土前 温明在考古界饱受争议 不过这次出土的温明足以说明了 温明是一种城邦墓主头骨的一种藏具 不过对比之前出土的温明来说 眼前的这个温明明显更为复杂 更为奢华 它的四壁上镶着不同图案的琉璃 墓盒中间的地方 不仅有琉璃壁 还有一只包金的乌龟 而对应的位置 还有四只金吃虎 并且温明的四角上 还放置了四个木偶 其中还有人手蛇身的福西女娲 还有婀娜多姿的汉代舞女 这就是迄今为止 发现的最复杂最奢华的温明 接着考古仍然继续开始 经理关内其他的文物 他们在墓主人头部的位置 还发现了一把汉代还手刀 上面还镶着金丝 简直就是一把巧夺天宫的艺术品 当棺果中的水被抽干后 有一抹红色裸露了出来 其实在雾黑的淤泥中 依旧没掩盖住它的光芒 当考古仍然小心翼翼的取出来后 这明显是把玉具件 上面还装饰着精美的玉制剑格 接下来又发现了一顶乌纱帽 这顶乌纱帽已经陪伴了它的主人两千多年 可乌纱帽取出后 令在场所有人吃惊的是 墓主人的尸骨居然是黑色的 能不成墓主生前是被毒死的 这个只有等到检测结构出来以后才能确定了 因为头部附近的文物较多 所以考古人员决定先将墓主的尸骨取出来 但因为尸骨整体漆黑 所以提取的过程中 考古人员还是忍不住的头皮发麻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神经百战的考古人员也出了一身冷汗 面对漆黑的棺底 考古人员突然摸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 软软的滑滑的 这个不明物体的触感 属实让考古人员背后直出冷汗 拿出来后才发现 原来这软化物是掉落在墓主人口中的包金木球 是属于金箔受枕上的装饰物 整体的清理工作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 剩下要揭开的就是墓主的身份与死因了 结合墓主牙齿的分布情况来看 墓主人的年龄不算大 目测身高应该在1米63左右 体重大约130斤 趋势的年纪应该在40岁左右 这与墓读上记载的毫无出处 而且专家还看出 墓主生前应该患有弥漫性 特发骨质增生 这种病主要是会产生脊柱疼痛 或者追骨僵直的情况 这就是说墓主年纪轻轻就与疾病缠身 而且还无法根治 在经理到墓主人的脚掌位置时 他们发现墓主人生前因为习惯 拳着脚掌柜坐着 墓主人的脚趾留下了不少的痕迹 但是有一点让考古人员感到失望的是 发掘工作进行了这么久了 记录墓主人全名的线索 依旧没发现 但这个疑问很快就被一件随葬品打破了 在事故的淤泥下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枚古代观印 上面的字是用毛笔描写出来的 即便是经历2000多年的洗礼 观印上的字依旧清晰可见 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观印上的字和之前出土的随葬品清单并不一样 接着他们又发现了一枚新观印 通过上面的自己得知 原来墓主人生前当过两个地方的县令 而且这也不是真正的观印 似乎是一种名气 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向另一个世界的主宰者证明 他生前当过两地县令 不过很快真正的观印也出现了 上面赫然写着流刺两个大字 这个流刺绝不简单 如此年轻就当过两地县令 接着一件文物的发现 刷新了他们对墓主的认知 出现在人们眼中的是各式各样的精美琉璃 有的上面刻着笼 有的则是水滴形 当关内所有的腐朽丝织品被清理完后 赫然出现在人们眼中的正是一件完整的玉玺 这有点出乎考古人员的意料 因为一开始在随葬品清单上写的明明是玉片 不过这种玉片的规格明显是锻造出来的 这种规格的玉玺是中国考古界上的首次发现 完全刷新了人们对待汉墓的认知 如此豪华的墓葬 就算当过两地县令 也不可能有能力拥有 这个流刺和皇室究竟有什么的关联 他又是为何在四十多岁的逝世的 这一切都还要等到更多的证据去解答 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这次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交流 点关注 不迷路 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